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女士说 谈复婚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有一件事得说清楚 两人之前的婚姻中究竟是谁有错 复婚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矛盾点在哪里 他为什么离婚呢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味地责备我了 我就觉得是他的问题 李女士把论对错 排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甚至比复婚都重要 汪先生对于前妻李女士的这个要求 挺伤脑筋 在谈复婚的这个紧要关口 汪先生都不愿意松口认错 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在调解现场 这对前夫妻针锋相对 要一论高下 汪先生说前妻脾气暴躁 难以相处 他骂人的时候 他不是说一纷争 他骂人是一小时就算的 李女士说前夫汪先生冷漠自私 只会怪罪自己 我说我们自己叫的人物 就说不帮我还帮别人 他现在到现在都没失去自己的错 太冷了 哪个女人受不了 两人对对方的抱怨 甚至大到事关生死 调解团队认为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争论下去 实在没有复婚的必要 从感情上说 你们其实已经符合 感情破裂的这个基础 那么你们两个人 还继续过下去干嘛 两人为什么 如此执着地要分割对错 请关注今天的调解 论对错的前夫妻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李女士和汪先生 先了解两位当事人 各自的诉求 就说我们结婚 二十年了 今年才离婚 已经离婚了 那离婚的话 就一直以为是我的错 虽然说离婚 但是说她有这个意向 要我跟她复婚 他们亲戚朋友 都要我跟她复婚 能不能好好过 就经过这次调解 不调解这个矛盾 永远在 王先生的诉求 离婚就离婚 反正我草业 说实在的 你们几月分离的婚 五月七号 半年多了 对 你需要分清对与错吗 需要分清对与错了 是像她所讲的 你认为离婚是她的错吗 离离婚了 肯定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了 她脾气的问题 跟我关系不好 跟我父母的关系也不好 跟邻里的关系 都相当地不好 她都不可开交的那一步 这对离婚半年有余的前夫妻 似乎都有意复婚 只不过这个复婚有个前提 得先分分清楚对错 两人都觉得是对方的错 才导致婚姻的解体 李女士概括地指出 前夫汪先生错在不自知 只会推卸责任 汪先生对李女士的指责 就比较具体了 她眼里的前妻 是一个爆脾气 一点就着 跟任何人都相处不了 汪先生举的第一个例子 就是前妻和老家四邻的关系 左邻右舍并不多 也就六七户人家 可是她的前妻李女士 愣是把每一户都得罪了 我的邻居有六七户人家 都不说法 这个矛盾都大得很 邻居叫那个主婚 小孩的小皮 把那个主婚踩断几根 那边邻居就骂我们小孩 这个东西我说骂就骂就骂 我不说话了 闹得不可开架 他做了什么 当时激发神经抓得比较紧 回来第二台 当时他就把他们那边 那个举罢了已经 然后就那边那边抓人了 拘留了 所以他都不考虑后果 很小的事情 这么一闹的话 闹得不可开架 我解释一下 他根本就不在现场 这个主婚这个事情 是我儿子说 应该是小的时候 刚好我们那个屋旁边 有一个主婚 我小孩就捡起来 在那里拨 那边那个老太婆 看见我小孩在那里 就说我们家小孩 回来就不搞好事 我就说 哎呀我们一回来 我们这个仔就出名堂 就骂我儿子 那边那个老太婆一听到了 你骂谁 你骂谁 其实是我骂我儿子 我说我没骂你 刚好那个老太婆 那边跟公子要打我 我说你敢打我 我就说你打我 我一样的打你 那个老太婆的那个老公 我从那边上过 他就抓住我头发 他说你敢打你敢打 其实我没动手 我们两个都没动手 就是那个老人家参与了 就把这个老毛都 闹得很惨的 他一回来 他那堂哥 打电话给他 他就回来了 你就说发生了什么事 安护一下 他就一动骂我 你这个死的不要脸的 你给我滚回去 把我拖回家的 纳母的邻居在看 你说我的眼睛扫定 我说我们自己家的人物 就说不帮我 还帮别人 他们现在到现在 都没失到自己的窗 如果说这件事 我不搞瘾的话 以后他们邻居 都会欺负我 你是觉得 我就觉得举报他 吓吓吓吓他 举报他 其实最后的结果 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是吧 明白明白 你是觉得在这个时候 都没有人来保护一下 我替我撑个腰 我就自己来解决了 其实他只要安慰我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 我来处理 稍等啊 我就无非 这么过急的行为了 知道吗 太冷了 哪个女人受得了 后来人家没有问题吧 没有出人命 小孩生下来了 好 黄先生 你能理解他为什么说 是因为你才会有了 这些事情吗 遇到事情 他就是 对 他远远怪我 经济的反应太大了 你的第一反应 也是觉得肯定 我老婆有问题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我知道 大多情况 他都有问题 说实在的 他远远怪我 你不相信 他不相信我 相信别人 你为什么会得出 一个这样的判断 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王先生说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 前妻李女士 永远不值得相信 因为她跟邻居的冲突 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而是事事如此 在她的认知里 很多冲突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是没有必要扩大化的 可是前妻李女士 从不肯听一句劝 去年 儿子高三了 在校外跟同学合租 由一个同学的妈妈 照顾孩子们的生活 王先生觉得 在这样紧要的关头 前妻说什么 都要收敛脾气 以孩子高考为重 可是没想到 前妻居然跟 儿子同学的妈妈 又起了冲突 几个同学的家长 一起商量 就是合作一套房子 也那个同学的 那个妈妈 也具体负责 饭啊 洗衣 一个人在照顾 我们就出钱 都是我们每日 出500块钱一个月 也五个小孩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她说她不要管 她也不出钱 这个钱我出 你不要说出来 你是跟对方的那个 照顾孩子们的家长说 要超出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你不要说出来 说出来这个东西 说不清楚 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哟 你用我来说 她说不清楚的 这个家长她就是有钱赚了 在增监搞鬼 搞水分的 有一次我们买六桶 牛奶四斤一桶的 五个小孩就只早餐 给个小杯子 一个月还不到 又要我们家长卖 说不出吧 六桶呢 这四斤一桶 然后呢 你怎么做呢 她要我们买 我还是出钱了 我心不甘情不愿 到时候我还是出钱了 你给了吗 我给了 她搞犯了 我们就按时交交交交 那个伙食费啊 为什么还需要她给呢 五百块钱是工资 她说五百块钱工资给她 在没发生这件事之前 我就跟我老公说 伙食费这方面 我来处理 你不要插手 我跟她说得好好 她说好好好 她说要满足 其实我就是希望 我自己来处理 要给钱的话 也是我来处理 你征求她的意见了吗 老公现在我对她 我有这些看法 我有那些看法 那你看我接下来 要不要给她钱 我是不是可以 不给她这些钱了 我自己照顾 你跟她做这些商量了吗 她没给我商量啊 她给钱给她的时候 没给我商量啊 给我商量 你在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也没征求她的意见呢 没有 赌气 我们永远没商量 可能就会导致 在别人眼里看来 你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 可是你心里觉得 我这都是委屈 我老公如果不参与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就好处理 就是她参与了 对不起 我说了 如果你把前提定为 她不参与 那就是你放弃了 夫妻之间 沟通商量这个前提 李女士的工作是摆地摊的 风吹日晒 挣钱不易 她把精打细算 也延续到了 她的为人处事里 汪先生对她没有信任 怕她的暴脾气 影响了大局 所以背着她 做着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可以说 两人的心是往一块想的 可是劲儿 从来没往一块使 时间长了 夫妻间压根儿 没有正常的交流 开口就是要打要骂 据汪先生说 前期李女士骂起人来 至少都是以小时算的 她骂人的时候 她不是说 以纷争 以开 她骂人是以小时就算的 说实在的 有时候我骂人 我不想跟她吵 我就走了 像有次在长沙做事 到家 没来意的话 就把妈骂 骂了半个小时左右 如果我再待在家里的话 肯定唯一会爆发 那天晚上我连夜 也赶快跑到床子 到晚上是一点钟了 你为什么呢 是啊 我问她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 坐灯车三点钟回来了 我就很高兴 她回来 应该可能有一两三个月没回来 我就很高兴 然后我就买了 那个藤子骨啊 摸鱼啊 我就说我交代她 你把那个灯好 我会大概什么时候回 我摆它 我为什么要摆到六七点钟 那时候才回来 因为放学了 小朋友买了个小宠物的 就是那时候六点钟 七点钟的生意好 我交代很清楚 我说那时候生意好 你把那个炖好 饭煮好 然后我回来炒菜 回来以后 锅朝天 都是冷的 她说那个摸鱼 我不吃的 我说你不吃的 你也要炖好 给儿子吃啊 我们吃啊 我可以炒 另外一点菜给你吃啊 我就骂她 我说实在的 我很生气 我说你作为男人 快五十岁的人了 怎么不做东西 不做饭呢 你就炒得不好吃 你也动手做一下嘛 真的是 我说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了 我在外面这么辛苦 赚钱都是赚钱 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 我不是在外面玩呢 那一次呢 我饭已经熟好了 没煮饭 煮了 饭都没煮 汪先生 你不吃墨鱼的 我吃东西很挑手的 他知道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这个东西都知道 好 然后你说 你看我买菜 我给他准备这个 我买了墨鱼 对呀 如果像他所说的 他不吃这个东西 你这是为他准备吗 不吃的儿子可以吃啊 我们可以吃啊 可以吃其他菜呀 你期待的是 你回去以后 他把这些事情都 至少要弄个七七八八 放煮好 把那个炖好 回来我就炒菜嘛 再回头看他这一遍 三个月没有回家了 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家 一见面就吵架的方式去解决吗 对 显然你没有退让 不是这一回 正常不做饭的 对你们的相处 是有问题的 因为日常琐事 两人争论不休 已经疲惫不堪 如果遇上家中大事 那对本就摇摇欲坠的夫妻关系 绝对是个巨大的考验 几年前 汪先生的母亲意外去世了 当时汪先生在外地打工 前妻李女士是长期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 汪先生赶回家奔丧 见到前妻李女士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认定她和母亲的死是有关系的 面对这样的指责 李女士坐不住了 在这样事关生死的大事上 她说什么都要论清个对错 我妈妈是意外死亡的 活多活少 还是跟她 跟她也有关系 我觉得我跟婆婆吵架 本来就是生活的 我婆婆是怎么吵的 我婆婆动手了 打我了 把我的衣服撕烂了 我就很气愤 心里很烦吧 我就跑到场上来了 十多天我都没回家 你跟婆婆吵了一架 然后你离开家了 对 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是我老爸 打电话给我 说婆婆死了 后来要死的 我就马上赶飞来了 什么时候你知道 她觉得这跟你有关的 她妈妈是我孩子 为了这句话 我整整几年的时间 我都睡不好 我都吃药 吃安眠药 我都没 几年都没好过 你和你婆婆的相处 你觉得有问题吗 没什么大问题的 就是有时候婆媳之间 度一下子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为了小孩呀 什么的 汪先生为什么 会把这个事情 看得比较严重呢 平常在家的时候 因为是经常常操的 有时候还有一点 干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激烈的矛盾 会导致你妈妈 喝农药这个举动 多少有点关系 反正 她就怪我 我请王先生回答一下 就是她和你妈妈的关系 相处不好 你一直是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的 凉拌了 我这 她怪我 凉拌的意思 就是不管的意思吗 我怎么不管呢 帮谁 帮谁 谁的帮都不好 假如说说我不对 你说我 妈妈不对 说妈妈 这个家庭不就和我们了吗 对不对 她没有的 不管她天使 不管她什么事 她什么都是能处理 凉拌 凉拌 凉处理 不管她事 我开始以为是跟我有关系 我很后悔的 我很内疚 我可能是心里的痛 比谁都痛 对不对 到了了解到 就是说她妈妈买六合餐 包了几万块 对于那时候几万块钱 对于家庭来说 是这个压力导致 对 她还是认为跟你有关 对 她跟我说 我跟我有关 你可以说 她和你妈妈相处不好 但是如果要扣一个这个帽子 你妈妈的死多少 跟她有关 这个就挺严重了 争吵不断了 干净没有没停过 反正 据李女士了解 婆婆的去世另有隐情 可是汪先生却并不愿意 完全接受这种说法 他坚持认为 母亲在和前妻的争吵打闹中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几年过去 汪先生都还经常提起 他说 她难以释怀的原因 是她曾经以为 妻子天生暴躁 难以相处 直到她见到了 前妻的另一面 前妻可以和颜月色 可以温柔得体 不过前妻的这一面 不是对她展示的 而是对一个认识不久的 年轻小伙子 给一个异性打电话 一段时间 他就每天晚上 都打一半个小时 因为那个免提的 我都在那边打电话的 那你介意什么呢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把那个人 带到家里去了 实际情况确实是 虽然我不相信 他们会发生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但是这个东西 你这样操作的话 你真的感觉很不舒服 那也根据事实情况吧 这个年轻男孩子 我跟你说实话 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在外面摆摊 他在我那里买东西 相识的时候 我说这个男孩子不错 我就打什么主意啊 我就给他解 他表姐的女儿 做媒啊 对 我又没跟他 没有这个疫情方面的想法 我真的是 真的没有这个方面去想过 所以我才问你 人家那些男孩子 看上我这个老大妈 他跟那个他 所以我才问你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一次 他对我不忙 反正就是看不关 就是看不关 这件事我真的 我真的奇怪了 他在挑战一个男人的尊严 他跟我讲 那个男的他 他准备向他借钱 说是他一台 没有 我跟他这个 在我的心中啊 我的朋友 那肯定也要是他的朋友 我才能结交 没有钱这方面的瓜哥 没有 那你开玩笑 他说要借钱给他 我就把那个银行卡 我就去查看一下 我就查看银行卡的时候 他那个密码改了 再后来就是 他全部把个钱 全部转移走了 所以我又有笔记上来的了 我就打了他两个对吧了 这几个巴掌打下去 后果是什么 我对他打 方先生 拿个刀出来了 他 我跟你说心里话 他说现在 我为什么这个钱 搞得这么紧不给他 就因为我对他 很大的意见 他动手 每次吵架就是动手 骂我 骂人打 骂我父母 特别是这近两年 我这两三年 我爸妈都得癌死脑 我爸是肺癌 我妈是暖才 发了几十万 他每次现在变本加厉了 以前骂一下父母 骂一下 现在是变本加厉的骂 你们家得癌症 你们前面家人得癌症 你拿这个钱 你不给我用 就是拿你们这个钱 给你爸妈去治病 感情上面是 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汪先生不怀疑 前妻和这个小伙子 有什么私情 可是两相对比 他觉得自己的分量 实在是太轻了 两个人的争论 从为人处事的不同 扩大到对对方人品的 全面否定 2021年5月的一天 因为一件小事 李女士提出了离婚 可没想到 汪先生一口就答应了 冲动之下 两人就把离婚给办了 谁提的离婚 我提的 离婚就离婚 反正我草业 那时候实在的 按理说 这一对脾气性格 差异如此大的夫妻 离了婚 就应该分道扬镳 给这段长达20年的婚姻生活 画上休止符 可没想到 他们的纷争 远远没有结束 他发了好多威胁 什么话 他说姐搞得她 妻里子散了 有时候就生气了 他说你们自己的矛盾 怎么会到我的头上来了 对不对 每次跟她产生矛盾的时候 她就是说 我大姐叫我离婚 经常劝她离婚 说这个话 我说的相当生气 离婚之后 叫我作业的情绩 都不要理我 我听到当时 也很生气 我说你再不要再拿圈子来鼓励我 你叫你没有后悔后悔的机会 两人离婚后 反而把矛盾继续扩大化 把家人也脱下了水 他们好像都不愿意放过彼此 非要以论对错的方式 苦苦地纠缠下去 或许对这段婚姻 他们依然有留恋 调解员胡建云 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来形容两人的关系 在胡老师看来 两人还是有希望继续过下去 帮你们两把有个脉 好吧 一个是肝上的毛病 一个是胆上的毛病 我来解释一下 先说比较容易的肝吧 你肝活很旺 你为这个家 其实是非常投入的 你对汪先生 其实是有感情的 但是你肝活太旺 各种不调 你这个脾气不改 你再会挣钱 你其实到最后挣过来的 可能就是一个 空空如爷的腰包 包括你一腔热爱 对这个家 对他 其实都被你这个肝活 保住了 然后呢 汪先生 我说你是胆 其实我觉得你的性格 很有特点 开玩笑的时候 叫家外送 跟别人关系 应该还可以吧 他对外面的人 比我 对我好多了 好多了 对吧 他喜欢西式名人 他很在乎 在外面构建良好关系 你看他跟那一位老太太吵架 你回到家的第一反应 其实就是西式名人 他会选择什么 自己家受委屈 并不是汪先生 一定要冤枉你 而是他把你摁住了 他认为这个事情 就可以大事化小 就大家别闹得更凶 当他骂你的时候 别人就不好再骂了 所以他其实是一种生存之道 男人啊 社会属性 就是对其他人的社会上 对家庭以外的东西 比较敏感 所以男人为什么通常爱面子 很敏感 然后其实王先生 很希望 就是跟你 有一份在外面的默契 掩护他西式名人 你冲我吼的时候 我知道你 不是在吼我 而是在吼当下的局面 那这就叫默契 但是你吼完我 你回到家 你得安慰我呀 这个你也说了 如果那个时候 他安慰你一下 其实你会好过很多 你这边的默契 也没有跟上 两位 你们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 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而缺乏一个默契 用肝和胆 去造一个成语 你们有词吗 肝胆相当 请问二位 你们摸着良心讲 你们在内心否定了对方吗 你们否定的全是沟通方式 你们否定的是没有默契 这不是肝胆相当吗 二位 你说有没有调整空间呢 我看大特吗 希望两位 看到问题的本质 重新规划未来 王先生 我想对你说几句 第一 你作为一个男人 不管老婆对 你错 你首先不能动手 我说句实在话 一个人靠不住老公 还不能靠自己吗 你给他什么安全感 你凭什么让他能觉得 他后半辈子能依靠你 你做了哪些事情 能让他放心的吧 王先生 如果你还想继续这段感情 你要好好反思一下 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 就是这边 你一直强调 他经常是加暴 这大概多久时间 会出现这种状况 你要看出现事的时候才有啊 也不是很频繁 吵架就会打 对对 对不对 吵架就会有 但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家庭暴力不是只有身体暴力 他还有精神暴力 语言暴力 在你老公对你实施暴力的同时 你其实也是实施了对等暴力的 你用的是什么 语言和精神暴力 错不在哪一个 双方都有 还有一个 你们即使在婚姻存细期间 你们也活得像两个邻居 你说你们谁是坏人吧 没有一个坏人 都是好人吧 都在相互伤害 何必呢 其实你们离得挺好 从感情上说 你们其实已经符合 感情破裂的这个基础了 已经没有感情基础了 能否收敛各自的脾气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如果能考虑清楚了 我觉得你们可以 否则我建议你们谨慎 二位在解决任何问题的过程当中 都不是在去看 两个人怎么样 能够把这个婚姻过好 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矛盾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而是在去理论 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什么样的感受 你有没有做好 尤其是女方这一块 女方讲了很多的事情 从始至终 我认为女方都没有 真正地去表达出来 自己内心里边 想要的个感情 强调的一个点就是 我希望在发生 任何矛盾的事情的时候 作为我丈夫 她能够感受到 我自己内心的委屈 而不是直接上来 先跟我论 这个事情到底谁有理 谁没理 谁对谁错 但可惜的是 每一次你遇到的问题 全部都是 变成了讲道理的一个事情 那这样的话 女方自己内心的情感 她是得不到满足的 因为她希望的是 能够感受到老公 对自己的在乎 对自己的爱 但是没有感受到 所以当她在婚姻当中 付出了很多以后 当她自己每一天 摆着摊 风吹日晒的 去挣钱 去照顾两个孩子的时候 她自己内心的情感需要 又没有得到满足 这个时候 她内心里边 又会产生 很强的这种怨气 那逐渐地 慢慢地在婚姻里边 她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让她自己形成 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 看起来很强势的一个性格 其实这个强势的背后 所有的都是一些愤怒 你去看一下 所有的事情都是 和邻居之间闹矛盾 真正让她情绪崩溃的点 在于丈夫 作为丈夫 你的一个表现 所以哪怕 她有一些问题 她的一个想法 是不对的 但是作为丈夫 你也应该要去理解 而不是仅仅 站在对与错的角度上 去评判这个事情 因为一旦 当你抽身事外 你站在一个对错 站在一个评理的角度上 去出现的时候 对她来说 就直接是一种打击 哪怕到今天 两个人闹成这样子 你也打了她很多次 但她仍然想要跟你 继续一起生活 一起抚养孩子 那你怎么能够 说出那种说 我母亲事事 原因是在她身上 这种谴责 是她根本无法担负的 我发现在场上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女人在流泪 男人无动于衷 所以这个在日积月累中 它就会形成一种 非常负性的情绪累积 那是因为你很多年以来 跟你身边的男人 是需要用非常夸张的表情 才能够让对方 有一点点动容 于是使得你养成了 这样的交流习惯 这样的交流习惯 给人的感受 是极其的不舒服的 别人没有想要跟你 继续交流下去的欲望 因为接受到的 首先就是一种 负性情绪的冲击力 那么这样不舒适的情绪 在今年累月的婚姻关系中 它带来的 一定是强大的破坏作用 你们俩都在说对方错了 女人说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男人也在说着女人的这些不当 自我的审查非常的少 既然在自我的审查里这么的少 觉得自己好像没做错什么 我之所以错了 也是源自于对方错了 所以我才错了 那么你们两个人 还继续过下去干嘛 离婚它是一种关系的断裂 然后我选择了转身 这也是一种让自己更舒服地活着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们两个人离了没有转身 还在指责对方 看着对方的时候依然是咬牙切齿 盯着对方的伤害 那么这个离不离婚对你们寻找幸福 又有什么样的帮助 不管你们两个人复不复婚 我想说的是 觉醒自己 自查自己的问题 才是你们真正能够走到一起的可能的道路 要不然就别在一起相互伤害了 调解团队觉得两人复婚之路只有一条 不要只争对错 而要从自身找原因 调解金融密室环节 李女士还是没忍住 一进密室 说的还是前夫汪先生的不是 钱我自己能赚 儿子都是我教育的 我要他干嘛 廖喜玉提醒李女士 两人通过辛苦打拼 现在的生活条件不错 有车有房有店面 这得肯定前夫汪先生的付出 房店面的贷款 也是在他承担着是吧 他赚钱 那些承担是足够的 你家男人也是蛮勤劳的对吧 打工就是几个月不能回来 但是你在家里带着孩子也辛苦 放个角度 对 李女士很快地体会到 观察院廖喜玉的良苦用心 在争对错这个问题上 她不再纠结了 念你到金巴条件 是来争对错的对吧 可能我性格也是有点急操吧 有的地方 毕竟我在外面 也是每次都是风水遇到回来 就希望看到老公的一个笑脸 或者说起身迎接我回家 婚你是离了 但是这颗心你放不下她 怎么又哭了 想做以前吧 我就是她不爱 就是我当方那面地爱她 李女士一直表现得挺强势 但此刻她是一个渴望关心和爱的小女人 另一边的密室里 汪先生和观察员周静坐着交流 调节团队的话 她好像都听进了心里 两边的密室都交流得挺顺利 可是谈及复婚仪时 李女士提到了一个很具体的条件 那就是汪先生必须为发威胁信息 向姐姐道歉 离婚的话 那肯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如果姐姐也没关系 当廖祁玉把李女士的条件 转达给汪先生时 汪先生的反应却很大 对她的姐姐说一声对不起 对她姐姐来一点 我还不会原谅她 我要用时间来承担 我对她的讽认 汪先生不愿意对李女士的姐姐 说一声道歉 她认定李女士的姐姐 在两人离婚仪式上 起了很坏的作用 任凭李女士如何解释 这是一个误会 汪先生都不愿意松口 逆事结束之后 汪先生会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 让两人有希望 踏上修复感情的道路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来看一下当时目前的决定 其实这么多年 你也辛苦了 这都关心一下了 以前确实没有注意到 我们两个人离婚呢 其实你以前我说过 说是我大姐要我离婚的 这句话我又跟你说 那是气话 就说其实没有这回事 如果是你说的气话 这个时候是我给她发的短信 那就不应该 所以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我向你大姐表示个刀切 在以后 如果说我们再继续在一起的话 双方都要皮子改掉一点 今后我也反正不会再动手了 所以我也已经过去的行为 就是说双方相互体谅的 两个人齐心协力了 外界的压力我们都能等得住 如果你们觉得将来还有 非常有想法往前走 你们就拉着手 如果 好 因为我是想好了 如果你们拉了手 我就送礼物给你们 好不好 谢谢 来 我们的礼物呢 是给你的 天天秘密 好吧 谢谢 回去一定可以好好地看一下 对 好好看一下 这个师傅很多很好的建议 我非常希望看到你们俩 破镜成员 调解的最后 两人还是愿意朝着和好的方向再努力一次 二十年的婚姻 李女士总觉得前夫不爱她 不懂她 所以她孤军奋战 越战越勇 殊不知 这样强硬的方式 只会让人更想远离 汪先生很想稳住大局 快速地平息风波 所以遇事 每每只能找最亲近的人入手 可是他也没想到 会伤了李女士的感情 夫妻间处事不同 难论对错 可是想要和谐相处 应该是像调解员胡建云说的那样 找到一份默契 我懂你逞强背后的委屈 我愿意理解你出头背后的苦心 只有夫妻俩携手共进 这个家才是无坚不摧的 每个月能开发 你连着听之后 你连着听之后 感谢观看